你見過什麼樣的中國 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遼闊 還是三百萬平方公里的澎湃 是四季輪轉的天地 還是冰與火演奏的樂章 像鳥兒一樣 離開地面 衝上雲霄 結果 超乎你的想像 前往平時無法到達的地方 看見 專屬於高空的奇觀 俯瞰這片朝夕相處的大地 再熟悉的景象 也變了一副模樣 從身邊的世界 到遠方的家園 從自然地理 到人文歷史 五十分鐘的空中旅程 前所未有的極致體驗 從現在開始 和我們一起 天際遨游 遼寧省 位於中國版圖雄姬的咽喉 名字 取遼河流域 永遠安寧之意 遼東半島 分隔開渤海與黃海 遼溪走廊 連接起東北和中原大地 它被譽為新中國工業的搖籃 遼寧的旅程 從遼東灣盛大的冬季開始 陪伴鋼鐵巨人獲取能量 與南下的運糧船相遇 半截鐵橋可以成為一座封碑 特別的時刻 城市也會停下腳步 回看來時的路 零下1.9攝氏度 海水已成冰 一場天寒地凍 正從遼東灣沿海 衝向海洋深處 每年11月末到次年3月初 超過1萬平方公里的海洋 將會被冰封 最嚴寒是 這裡的氣溫可以降至零下30攝氏度 沒人願意在冰海上漂泊 2022年 這座中國最北的海上油田 已經在此堅守了23年 冬季 它將再一次直面海兵的考驗 在看不見的冰面下 有一個巨大的箱子 既能儲游也是配重 和平台共同抵禦海兵 仍在下降的氣溫 將催生更大體量的海兵 以數千噸的推力向平台破盡 這時候 破冰船就會趕來 昼夜碾碎冰面 化陷為夷 這樣的守護 默默發生在這片海域 火焰持續燃燒 油田裡的多餘氣體被立即處理 油井安然運轉 油井工作了多少年 這火焰就燃燒了多少年 和不滅的火一樣 這片海上有68座彩油平台 1600名工作人員每次走上平台 舉目四望 只有海洋 每年他們有一半的時間 在海上平台工作 開採出超過一千萬噸原油 輸送到祖國各地 他們的守護漫長且孤獨 在偏僻之地 用星星點點的力量 鋪設這個國家前行的大道 月已高旋 天涯共此時 離海不遠的地方 我們從海洋飛臨黑土地 這裡每年產出全國五分之一以上的糧食 這片大地上的人們沒有獨享 他們知道糧食國之大者 他們將自己的收穫與國人一同分享 北梁南運持續了三十多年 即便海兵阻斷了大部分海上交通 但運糧不會停下 中國人的飯桌上 每五碗米飯就有一碗來自東北 南方的雞鴨牛羊也在等待著黑土地上 長出的飼料糧 這艘船的出發 意味著海中浮標需要立刻檢修 每一個浮標都能與衛星溝通 在船長們的電子海圖上 他們是鮮明的路標 不倒翁的樣子能讓海兵有勁使不上 默默地標誌出一條海上公路 讓出港船隻不偏航 又是如常的一天 從農田到港口 從陸地到海洋 普數人日夜辛老 都是為了這些珍貴的糧食 能送到遠方你的餐桌上 不僅是石油 糧食 這片土地一直在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 衝鋒在前 錦州 地處遼寧省西南部 被稱為東北的咽喉 1948年 遼審戰役在錦州打響 東北地區103萬解方軍 浴血奮戰 遼審戰役的勝利 改變了長期以來敵強我弱 敵優我裂的基本格局 中國人民革命的軍事形勢 達到一個新的轉折點 在面對外敵時 這片土地也從未怠慢 中朝邊境 壓路江上 兩座鐵橋相隔不足百米 1950年10月 中國人民志願軍 抗美援朝 出國作戰 11月 這座地跨中朝的大橋 在美軍的幾次轟炸下 成了斷橋 在之後的三年裡 共有兩百九十餘萬人 在那片土地上浴血奮戰 保家衛國 他們之中的近二十萬人 在戰爭過後 變成了抗美援朝烈士英明牆上的一個個名字 這當中 有毛澤東的長子 毛暗英 楊根斯 選擇與陣地 共存亡 黃濟光 用身體抵住敵人的槍口 還有被燒焦 都忍痛不言的邱少雲 這些名字 可能是白髮父母 再也見不到的兒女 可能是妻子日夜思念的丈夫 是一個個年幼的孩子 從此失去的父親 他們當中 很多人沒有留下照片 但無一例外 他們依舊鮮活活在人們的心中 他們曾用光 驅散民族危難的陰霾 如今 沈陽人的每一個日子都過得安寧有序 但到了這一天 無論多麼繁忙 這座城市的人們都會迎來三分鐘的暫停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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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历史 这些记忆虽然伤痛 虽然久远 却必须面对 不忘历史是为了继续前行 辽宁这片热土壮怀激烈 接下来的旅程 我们看到一座钢铁厂 始终努力前行的脚步 工厂内外 有熟悉的样子 也有崭新的面孔 如果把新中国的钢铁企业 比作一个大家庭 那么安刚就是他们辈分最高的家长 这座城市因为一个工厂而兴盛 巅峰时 整个城市一半人都围绕它而转 直到今天 几乎在全国各地的钢铁基地里 你都能听见安山口音 几十年前 数万安刚人告别家乡 前去支援各地的钢铁建设 这座工厂一直坚守着人们的信任 从1953年至今 安刚生产的钢轨 累计铺轨长度 已达八十万公里 可以绕地球赤道二十圈 如今 全国高铁用的高速钢轨 超过七成 产自安刚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全国百废戴星 东北扛起了一五计划 近四成的重工业项目 他们带着长子的沉稳 担负起新中国向前发展的重担 在沈阳铁锡区 就曾创造过新中国一百六十个工业第一 第一台机床 第一台起重机 第一台变压器 甚至第一枚国灰的制造 都出自这里 这样的辉煌 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逐渐放缓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成为国家战略 人们不舍得像熟悉的工厂 惯性的生活 甚至确定的人生 挥手告别 他们知道 作为长子 就要扛最重的弹 忍最痛的痛 放下荣誉 我们从头再来 如今 铁锡变成了老铁锡 老工厂还在 变成了文创源 接纳新的活力 创意新的生活 孩子们喜欢听故事 老人就把这位长子当年的经历 讲给他们听 你能听出自豪与骄傲 你能看见风华不减 光辉仍在 因为 崭新的沈阳工业 已经重新 挺其伎俩 过去 人们对机器人的预想 有很多都已实现 不止如此 机器人能做的是 远超人的想象 机器人除了能造我们想要的物件 还能造它的同类 和科幻电影不同 事实上 大部分机器人 都不是人的造型 为了能更好地帮人们干活 机器人 舍弃了花里胡哨的外表 今天 新松机器人工厂 制造的机器人 超过一百种 除了服务国内的各行各业 还出口四十多个国家 向世界展示着中国速度 中国水平 喜欢飞机的发烧油 没有不知道沈飞的 他制造出数千架尖击机 今天 中国制造已经有了质的突破 2017年 中国国产大飞机也实现了 飞天的使命 与此同时 沈飞也在不断更新 制造理念 今天 他正以制造飞机的最老资格 为民用客机提供可靠 舒适的部件 还有许多骄傲 还有许多奇迹 都藏在这片大地厚实的身影中 如今 辽宁正带着制造强国的使命 沉稳前行 这趟旅程跟随温度的变化 飞入山中欣赏秋天的颜色 去往海滨深处 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城市里的冬日 有的人在惬意造兵 有的人在冰上 扬起风帆 说起秋日风情 本西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枫叶 每年九月下旬 山间枫叶的红色 开始和秋天一起向南蔓延 气温下降到六到零摄氏度 树叶中的叶绿素分解 花青素增加 枫叶展现出一年中最热烈的颜色 人们知道 一场霜冻 一场秋雨 或者突如其来的降温 都可能使树叶脱落 所以赏风一定要掐准时机 赶紧找到那棵最红的枫树 最绚烂的枫叶 要走进深山才能见到 这棵枫树王经历过两百个秋天 它总是最先变红 告诉别人 跟我学就对了 于是 曾经热浪涌动的火山口 惊险刺激的悬崖边 枫树们开始尽情地展现起 他们对秋的热情 在辽宁 鲜艳的秋天之后 就是银庄素果的冬日时光 这是每年搬海报回游而来的时间 他们看中的是这里的海滨 浮冰是他们天然的产床 这只斑海豹马上就要当妈妈了 刚刚出生的小海豹长满了白色的胎毛 这是冰天雪地里的最佳保护色 但是胎毛吸水会让自己变得很重 所以小海豹不会轻易下水 还是老老实实待在浮冰上吧 每块浮冰上都住着一个小小的搬海豹家庭 阳光正好 晒娃是家长们的共同爱好 嗯 这只镜头感不错 斑海豹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繁殖的奇足类动物 在辽河入海口 斑海豹们会找一块出路的泥滩 湿润 软和 然后就躺好等待温暖的阳光 晒在他们软乎乎的肚皮上 一家人躺在一起 来一场日光玉 就算挤一点 也足够幸福 寒冷的冬日 辽宁人和冰的故事也即将开始 和南方单一的塑胶操场不同 这里的操场是水路两栖 第一步是大水漫灌 先让冰层冻到足够的厚度 紧切着交冰车上场 让冰面足够均匀平整 冰上运动 这里的孩子从小就练 天时地利 加上天生的优势 孩子们一边摔跟头 一边成长 这才是赢在了起跑线 小学生在冰上玩 不服输的老年人去冰下玩 其他运动项目搭建场地 要往里运材料 这里却要把冰块往外运 没有机器帮忙 让这个人工凿出来的临时泳池变得更珍贵 跳板甚至有点歪 但跳水的队伍很整齐 猪八戒下水之后 芭蕾舞天鹅也优雅落水 灵活的小丑紧随其后 没有特别的造型 人们照样也可以让入水充满遗失感 只要有风 在冰面上也能扬起风范 看起来躺着就能做的运动 却要比拼体力和技巧 速度是胜利的砝码 风是提速的关键动力 借助风冰上帆船 最高能达到时速150公里 也有人明明不是运动员 也要大冷天吹着冷风来参与 好奇心是其次的 运动正是辽宁人的由衷热爱 所以你知道了吧 为什么在奥运会中 辽宁籍运动员的金牌数量 总是位屈前列 春节临近 有人在冰上玩得尽兴 有人却要冲破冰的阻隔 海面结冰 让绝花岛和对岸的水上交通 完全中断 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持续一个月 不过 再大再厚的冰 也阻挡不了外出的人们 回家团圆的心 海的对岸 在为念书打工的人们 正打算带着年货 破冰回家 挖掘机可不是年货 而是这条路上的护卫 要经过冰封的海域 一不小心船只就有可能被困其中 于是人们想出了这个搭配 只要遇上海滨拦路 挖掘机就能大显身手 把兵凿开 带领人们安全到达 船还没到 迎接亲人的车辆已等在岸边 因为好久不见 不管今年正多正少 顺不顺心 只要回来就好 春节从人们接过行李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中国人就是这样 无论路途多难 也要在这一天团团圆圆 继续飞行 去看看舱路刚搬的新家 飞越要塞 跳往闯关东的人们留下的足迹 去往海洋牧场 等待肥美海鲜出水的时刻 最后见证一种植物 如何孕育 沃土良田 每年三月 瓦子沟村边的树林上 会突然冒出一个热闹的动物的村落 舱路一般成队 或者成小群活动 如果他们都住到了一起 那就是在返育后代 但即便如此 每个家庭还是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 有了孩子 总感觉时间就会变快 一晃 一时剩下 每一个家庭都变得拥挤而热闹 但小家伙们消耗不尽的体能 有时也会让父母身心疲惫 实在不行 也只能去旁边冷静放空一会儿吧 眼看孩子们越长越大 才搭好几个月的窝 已经快装不下全家了 所幸到十月 他们就要去别处跃动了 来年再回来时 长大的孩子们就可以组建新的家庭了 顺着河流飞向海边 这里一年中最大的浪不是海浪 而是鸟浪 数万只半尾城域在空中集结 形成几百米甚至一公里的鸟蜡 作为鸟类不间断飞行的世界冠军 刚以续航超一周的超强体力 最远从新西兰 一口气飞来鸭绿江口 班尾城域最多可以不吃不喝不落地 连续飞行十一天 飞得远吃得少的秘诀 就是要吃得好 黄海肥美的海鲜 是他们数千年来的必选美味 只是现在还要再多飞一会儿 等待潮水退去 探土上的食物就会显露出来 再次出发时 他们将会储存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体质 消耗在飞越太平洋六千五百公里的旅途中 确保自己能到达下一个目的地 阿拉斯加 后鸟没有国际 但它们总会记得刚刚起飞的那片海滩 几千年来 食物未变 潮汐未变 家园也未变 和那些候鸟一样 大约超过一半的辽宁人也曾是远道而来 辽西走廊 这条狭长平原 一直是连接中原和东北的交通要道 作为曾经镇受辽西走廊的重要城坊 它的坚固让我们直到今天 仍能从空中清晰看到一座明代古城的样貌 古城曾经见过千军万马 也见过闯关东的人们 那场历史两百余年 上千万人的大迁徙 承托着一个个家庭的未来 人们途经这里没有停下 去往了更遥远的关外讨生活 他们相信跨过山海关 那片广袤的黑土地 不会让他们失望 我们飞过的海域 是当年人们闯关东的水路 今天的渔民在这片海洋中 多洒与收获 有好天气的衬托 海洋牧场也可以变身童话王国 渔民无暇欣赏 毕竟他们只是水下牧场的标记 彩色更方便识别 却在无意中让大海有了别样的生计 虎视眈眈的大家伙们 已经围在周边 他们的目标是海中肥美的海鲜 相对较低的水温 让这里的海产涨势缓慢 但这也给了他们充足的时间 积累营养成分 变得个头饱满 已经调养了至少两年的扇贝和生蚝 终于等到了出水的时刻 为了新鲜 现场加工 必须争分夺秒 在这场角逐中 最先品尝美食的 是偷偷潜入的鸭子 不过对于他们而言 再鲜美的海鲜 可能也只是吃腻的家常便饭 住在海岛上的人们 出行不一定坐船 坐飞机 有时只是为了去附近逛个街 长海县的居民 要是想进城购物 完全可以乘坐飞机 作为全中国最小的机场之一 长海机场 常年提供低廉的票价 为岛上居民提供日常出行服务 人员越少 每个人需要操心的事就越多 把跑道清理干净 防止飞机被大风吹跑 起先协力摆正位置 关好舱门 执行 加速 起飞 一山靠海和发达的交通 让天南海北的食材 不管是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海里游的 都能通通被安排上这里的烤炉 在锦州 没有什么食材 是不能烧烤的 烧烤 对其他城市的人来说 只是选择之一 对锦州人来说 却是选择困难 有人喜欢小店的江湖气 有人中爱路边摊 几十年不变的口味 但想体验最地道的烧烤 还是要靠自己 家里的小院就能随吃随烤 每一个海滨消暑的凉棚下 经营者也一定会配上烤炉 所以在这座城市 不要小瞧任何一个上班族 他们没准是身怀绝技的烧烤达人 一把小串 穿起了人们在匆忙生活里 抽空相聚的由头 辽河入海口 木之所及的所有红色区域 是刚刚诞生的滩图 从空中看 不同的颜色 清晰标注了这片区域 诞生的先后顺序 浓重的红色 代表着这片土地 已经为生命繁衍 做好了准备 泥土沉积成的新陆地 经由海水浸泡 植物很难生存 不惧严谨的检棚草 率先扎根于刺 每年夏秋 数以亿万计的检棚草 簇拥在一起 奋力降解 泥土中的盐检 直到有一天 绿色植物开始出现 人们知道 新一轮的生命更替 开始了 这些绿色是芦苇 它的出现 说明检棚草 已经将土壤中 大部分的盐检去除 绿色植物的面积 在扩大 红色检棚草 向新的滩土扩张 最终 这里 也将成为肥沃田野 这些看似柔弱的植物 默默铺满河海的交汇处 一寸一寸 制造出辽和平原 宝贵的沃土 就像这片大地上的人们 用勇敢和坚毅 不断创造着希望与幸福 一代又一代 最后的旅程 我们赶赴一场火车迷的聚会 造访东北最南端 听电车叮叮和悠悠露鸣 最后 参加庞然大雾的下水仪式 随中国制造 乘风启航 铁岭不是一个大城市 名气却超越了很多大城市 吊冰山 有座不太出名的火车站 但它却不是一座 该与寂寞的小车站 因为它每年都会把蒸汽列车请回来 让旅客们感受一下 与老古董亲密接触的新鲜感觉 人们扮演乘客 扮演工作人员 最抢手的当然是列车长的角色 白色的蒸汽 扶过列车驶过的轨迹 升腾出辽宁的繁忙 从中国拥有第一条铁路起 一百四十多年 平行钢轨上的机车 不断变换着模样 拉动着人们的生活 一步步前行 辽东半岛的最南端 礁石撑起一片低缓的丘陵 我们来到大连 地处山海之间的它风光无限 大连三面环海 一条滨海路将沿海的美景串联起来 滨海路旁的山林里住着一群神秘的居民 不知从什么时候 也不知从什么地方 这群梅花鹿来到这里安家 他们已然把自己当作了这片森林的主人 自由自在 热情待客 牧民前来的人们 带来美食 只为多看一眼他们的样子 滨海路 有滨海路 也成了只有大连人才能懂得谐音梗 临海城市的水汽 时常在天地之间创造出两种风景 薄薄的云层之上是一座天空之城 云下是人们为自己建造的家园 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 总有着一幕幕人间烟火 凌晨四点多 这座城市新一天的运转开始了 这里的有轨电车 从一百一十多年前的清代 穿行到如今的高楼间 它记得这个城市的每一点变化 电流从空中的导线 传递给下方的寿电工 带动电车前行 变道的操作依旧是老实的 驾驶员需要下车搬倒差 再让寿电工与车辆行进方向一致 就能改变行驶方向 二零一路电车从凌晨到深夜 每天运行将近二十个小时 它像一位旁观者 看着一个个大连人 从婴儿长成少年 从青年迈向成年 再慢慢变老 看着人们在晨曦中奔跑 在夜幕中归巢 一代又一代 然后再次启程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 人们逐渐有了各式各样的现代交通工具 渐渐冷落了这些寻规蹈矩的油轨电车 近年来 人们恍然发现 有时候油轨电车准时 环保的优点更胜一筹 于是新型的电车 不断出现在老电车身边 一同接送这座城市的人们 这是一艘三十万吨超大型油船的下水仪式 在过去的三百三十七天 它在这个船屋里 以飞快的速度被建造完成 就在这一天 人们注入海水 让海水的浮力将它稳稳拖起 工程师们的聚精会神 则是在做着最后的工序和检查 水位与海面平齐 闸门打开 带牵引船将其引进大海 随后就是开启远航的时刻 回望历史 1894年 甲午战争爆发后 北洋海军主力舰队 就是在这片黄海海面上被击败 大连 吕顺 接连沦陷 118年后 2012年9月25日 仍是在这座海港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入列 它的名字叫做辽宁舰 中国人民海军进入航母时代 驰骋深蓝 护卫海江 到2022年 十年磨砺 辽宁舰从单舰到编队 从近海到远海 冲破岛链 力剑南海 掩兵西泰 十年发展 辽宁舰迎来山东舰 福建舰两位伙伴 共同担负起 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的时代重任 和光荣使命 两个甲子多的时间过去了 山海仍在 无备已自强 辽宁 这片热土 承载着历史 也承载着希望 这位共和国的长子 在新时代东北振兴的道路上 将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做出辽宁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